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在1999年 高飞有幸在陈一飞门下实习 这段是从现代艺术大家的学徒经历 不仅启蒙过高飞 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十年间 高飞不停地在帆布架上 寻找着他自己的奥德赛 分享着成长的烦恼 爱情的孤独 喜悦的激动 和他所有的生命之情 你会被他的艺术作品中焕发出来的热情抓住 感受他生命的正能量 慷慨的乐观和直觉的真诚 高飞还专门为喜欢绘画的孩子 开办了一家艺术学校Pentalk 让更多的孩子接受艺术的训陶 本次的《太虚以太》各展 是高飞为红站画廊全新创作的一台视觉奏鸣曲 在大大小小的画布上 你可以看到一个由道家的黑与白为伴奏的副格 充满情绪化的粉色默点 以及色彩缤纷的高潮 他那富含激励的抽象手法 继承了他早期的人物表现主义作品的特点 粉色以主调贯穿了整个展览 仿佛在找寻着这个未知宇宙中的和谐存在与平衡 本次展出的作品中你可以清晰感受到 艺术家情感日真成熟的平稳状态 在东西方文化丛林穿梭自如的他 伴随着充满高市热情的生命主旋律 将所有人都感化为了黑暗中的舞者 为了我聖反映,张力记者,这样签名的 我聖反映,彼此拥立了 我聖反映,贵在廊成华 它就像一个破碍的夜间 浏我一种精神经济一样 人们想到哪里去的东西 不同的形容 跟川普通上 他在Dorland Museum表演 你能看到他工作的各種項目和發展 所以我請他製作一個展示 在Studio Rouge Space 他的色彩是非常充滿想像空間的 他的話的含義我覺得更多是色彩上去分間 很多的我的興趣是從科技、科技 而且更多的音樂,樂、流、藍色 我手上用的色彩色 色彩色有同和黑色彩色 我真的令我感動成為開心和樂意 有導致